如果你既然这样说 也要提一提不如66 昨天也是公布了业绩 但是派息也是增加了 但是当然这个息率 你说跟你高息股来比 当然不是算高息 那这个港铁又看看行不行呢? 其实港铁的业绩我觉得也不差 甚至乎其实看回这次的派息 是有点惊喜的 因为这次派是每股派4.2 4.2 以往中期来说都是派2.2 其实这次的升风是比较明显的 所以以今次的派息来说 计算股息率是有3.5厘 虽然大家听了这个数字 可能都未必觉得特别吸引 刚才港铁的都8.9厘 太古今次计算也有5厘6厘 你才得到3厘多 那没错可能不是那么高 但是你和自身有比较 因为以往港铁的股市率 大概2厘多 但是他今次做到3厘多 其实是有些吸引性的 所以其实实际的看法 只是说派息不差 而且今次业务上说 都算是平稳的 甚至乎好在港铁的发展策略 因为其实你比对外国其他铁路公司 港铁算是非常稳固的 因为很多外面的铁路公司 其实在过去这两年疫情之下 很多已经有些要申请破产了 其实伦敦那边已经是了 因为他们比较特别的 就是只做铁路 如果你说只做铁路 只做票务业务 你这两年的疫情 大家都知道什么事了 少了人 是的 少了很多 就是你出来又少了 又有缺席 又有缺席 又有限制 又不可以外出 那你一定是下跌的 所以如果你这一跌 对于只做单一业务来说 那个承受能力就很弱了 所以其实港铁 当然他们客运这边 就是他有楼那边 他跟别人不同 他有自己的物业的发展 这个是帮了很多 因为今次其实一盘数 能够维持到相对不错的表现 其实是物业发展那边 有一个比较强的增长 其实他这半年里面 刚刚有三个项目进入仗 这里是有七十几亿回来的 所以这个是帮了很多 所以我觉得整体论业务 它是很平均的 就是可以做到一个 就是拉上补下 可能有时候这边可以 那边不行 起码拉回和都还可以 所以再加上派息 当然息率不算非常高 但是在他自己来说 也有一个增加的时间 我相信股价继续是平稳发展 但是你说今天来说 会好像昨天的太古 或者其他那些突然派 有些惊喜来说有一个大升 我想港铁有没有主要是这样 但是股价应该一定不会 有一个很大的下跌 因为业务其实算是OK的 而且过去你看到这几个月 其实都很平稳 大概是40.5元 去挨近42元 现在都贴近了华人区的上方 如果能够真的升出得到的 就看着这可能 1.5至2元左右 看近44-43元 去回5月份的高位 我想这样去看着才会比较合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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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